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粉嶺火車站的出口和附近的交通設施 另外,九巴近年新推出的轉車月台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過往因為鄉家關係,人流不多 所以行走最久的交通工具主要都是小巴 所以早年就在C出口規劃了一個小巴站 我們可以在A出口的天橋 左手邊有條樓梯 下去就是A3出口 再走前一點就是C出口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未出閘的 你可以走過去往紅磡方向 月台在頭等卡位置 出閘就是C出口 來的 路邊就是一些接駁巴士 或者其他車在短暫停泊的 前面前一點還有一個 劃定了是這個 複巷巴士 或者救護車的 停泊地點來的 讓他人在搶着 一路走向前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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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逛逛,很快就到了傳說中的C出口 這個位置其實入站是往紅磡方向的頭等卡 而一出就是小巴站和的士站 這些小巴幾乎覆蓋了粉嶺大部分的鄉家位置 無論是平斜、運泉仙管浸每圓、綠頸、渴鬥流水箱都有車 當然如果你說軍地、聯和區那些一定是必經之路 往平洋都可以坐這隻52號機 花魁藉人操作早上,未來的星星 鮮藍人操作早上 William &G 最大小的大小還要破壞 那是誰要破壞 之所以,開始到後,時期間開始 好,過年,未來的星星 我現在到處都是多個星星 得到周遭 vs 週遇ury 我們可以直接走到火車站的A3出口 A3出口,再走前一點就是A2出口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是村巴的站牌 一般村巴就在這裏上落 黃龍山寺的接駁花市也是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在這裏上落 因為是動路工程,好像是阻塞了 其實你可以走進一點靠近火車站 下面也可以直走 感覺有點像後巷 前面這個就是A2出口 有一條副手電梯上去大堂 再走前一點就是九巴 所謂的C1月台轉車站 主要都是聯和區的278K巴士 這班我看是比較多人 前面的巴士站主要去上水方向 而後一點的巴士站主要是往沙頭角方向 看見到N78K巴士站 還有T270摩地道往尖沙咀 再走前一點就是短線的 尿岸虛兆巴 現在是9巴士站主要來的 大家不要以為這個 9巴士的轉車暫時月台這麼快結束 其實在後面 還有這個C2的 就有79K巴士站主要來的 往這個打鼓嶺方向 在過往因為人口不太多 在鄉郊其實 九巴士走走北區的路線很少 二分嶺或沙頭角為例 其實是在走79K巴士站 還有78K巴士站主要來的 這個既有敏感度這邊的 ина! 723號區 那78和79K巴士 Online 基本上都不會直接 ereo 到這個遺憾 tighten火車站的 最多都會是在長華村 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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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大家途市的位置 就是79K巴士 往這個打鼓嶺 現在就改了中點站 改了做竹園 其實是延伸了的 以前只不過是打鼓嶺 警署消防局那裡 在以前就 香膠巴士比較疏落 人流也不多 某程度其實未必是為了盈利 反而那個公共服務性 會更重一點 走前一點過馬路 就是長華村巴士站 接著就和大家去一下 九巴的A1和B1月台 主要在粉麗明島 麥當勞那邊方向 走前一點有KFC 在KFC對出有條天橋 透過天橋的兩邊 就是九巴A1和B1月台轉車站 如果你是黃孝山 你可以在這裏 下去B1巴士站 搭78號A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是長華村巴士站 另外一個就是粉麗明島巴士站 A1月台轉車站 原來也有很多巴士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走完這個 九巴轉車站的ABC月台 我們就去走一下這個 A月台 在火車站的B出口 封營五仙館 我們首先會走過這條天橋 對面馬路就是奉營仙館 我們可以在隧道過 內飛在一頂 也會走音樂 無 Waar 他也會拍 雖然這麼多 ichen他們不知道 停擠好 再笑 school 混亂 是啊 sweaty 你會看到對面馬路的馮煙仙館大門 再走前一點就是巴士站 502小巴其實就是由北區醫院去大埔拿達素醫院 很多人乘坐中途都未必能上車 出九龍的很多巴士就是在D1或D2巴士站 大家可以先看看多少巴士 最主要都是270和278 還有區內的環川方向273 如果大家是去黃鶯石的其實除了可以走前面 在清明前或重陽時也會有一個磚去禍合石的巴士 裡面就是九巴所謂的D2月台 也就是鳳迎仙館巴士站 我們是走這個隧道下去的 我們是走這個隧道下去的 大家看到前面其實有部升降機 或者之前在天橋位也有過升降機 我們是走這個隧道下去的 我們是走這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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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巴士停泊在那裡 這個巴士站的主要方向就是往上水方向的 279X去青衣機鐵站 可以在這裡乘搭 大家也可以看到502小巴的站牌 其實都可以去北區醫院 印象中也有一班273 經過北區醫院 不過就兜了一點 在巴士站會看到很多宣傳 或者指示牌 但是由B1走去D1 其實要經過一個商場 火車站 高速公路 然後過隧道才來到 步行所需時間大概5至10分鐘 其實月台與月台之間的轉車 其實未必真的這麼方便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地是 青衣機鐵站279X 其實我都很建議你走 因為279X是方便過搭港鐵 另外除了說時間短了 原本也有位置坐 也不用轉來轉去 往往我會把巴士站簡單分成出九龍和區內 而這個B出口的鳳營先管 這邊D1D2會成出九龍 但是隨著黃口山落城 還有似乎有些改變 亦都多了這個車站 在出九龍的車站 在這個長華村那邊 今天分享是這麼多 拜拜